11月5日,音乐人张艺兴写第二张个人专辑SHIP回到家乡长沙举行签售会,向来对粉丝暖心百分的张音乐人亲自制作家乡名吃辣椒炒肉,带到签售会上给粉丝品尝,还将粉丝的留言编成歌词。 现场即兴作曲弹唱,用音乐聊粉的同时,在不经意间彰显自己的音乐才华,作为张艺兴的第二张个人唱片,SHIP自发行以来,刷新国内外多个音乐榜单,取得了傲人的成绩。 这次张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新专辑SHIP回到故乡长沙,将天寿会伴在自己的家门口,也将SHIP取得的殊荣带回了长沙。 活动现场,张艺兴为粉丝安排了特别福利,亲自下厨制作成沙宁菜辣椒炒肉,将自己满满的心意通过美食传递给对方。 不仅如此,张音乐人还将留言板上新迷们的留言编成歌词,现场即兴作曲弹唱,以音乐的形式表达了对粉丝的感恩之情。